大韩航空公司空难的制造者之一 自称风骨真优美的朝鲜女特工 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韩国安全部门决定 尝试用真实的韩国人的生活去打动他 也许他被洗脑和训练的对韩国对同胞 已经充满了莫名的仇恨 也许真相能唤醒这名固执的女特工 12月23日傍晚 风骨真优美忽然被特工带出求是 不过并没有照例去审讯室 而是坐车缓缓经过汉城市区 风骨真优美的一双眼睛突然被窗外的街景定住了 自由世界人民的那份悠然和快乐 与朝鲜百姓那生怕做错事 甚至生怕说错话的惶恐完全不同 风骨真优美的耳畔突然想起了 那个训练他日语的可怜女人说的话 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世界 我真为你们感到可怜 风骨真优美的生命突然被唤醒了一般 开始交代大韩航空公司爆炸案经过 还有自己真实身份 风骨真优美 真名金贤吉 他和自杀的59岁朝鲜特工金胜一 都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对外情报调查部的特工 根据金正日破坏南朝鲜傀儡政权奥运会的指示 两人伪装成妇女身份混入大韩航空公司 KE858航班实施了爆炸案 金贤吉出身于朝鲜外交官家庭 一位长相甜美曾参演多部影视剧 1977年考入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系的金贤吉 被上级安排转学转入平壤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学习 之后进入金刚山正式军事大学进行特工技能培训 从此成为朝鲜对外情报调查部的一名特工 为了让金贤吉更像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朝鲜高层给他安排了一个名叫恩惠的地道的日本女人 来教授他日语和日本生活习惯 很快两人变成了最好的朋友 恩惠从来不敢提及自己的过去 金贤吉是在特务训练基地的厨师那里 得知了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世 原来她是东京人 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有一天傍晚 她正带着小孩在沙滩上玩 而被北韩特务绑架到了这个训练营地 而两个幼小的孩子独自留在了海边 由于怀念小孩 她不肯吃饭 也不肯说话 几乎死掉 北韩情报官暗示她说 如果按照指示办 她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获释 于是能够有一天见到孩子成了恩惠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恩惠是不给走出训练基地的 在她的坚持下 金贤急冒险带她走进了基地几公里外的一个农庄 人们惶恐目然的看着来客 脏兮兮甚至没有衣服穿的孩子 在破旧的农舍间乱跑 恩惠盯着孩子 眼里涌出了泪水 她想起了她留在海边的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你们美好的新世界了吗 恩惠对金贤急说 我真替你们感到可怜 是的 学好了外语 但是你并没有真懂外面的世界 你没有让外面世界的那道光照到 恩惠的话就这样刻进了金贤急的内心 看到真实的汉城街道上富足以自信的同胞的那一刻 外面世界的光刺痛了金贤急那双在黑暗中寻找希望的眼睛 金贤急内心被谎言铸就的世界瞬间坍塌了 金贤急的供述让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到关注 日本政府介入调查 根据金贤急提供的信息和描绘的形象 日本警方很快锁定了一名叫做田口八虫子的女子 她是东京一家夜总会的女招待 黎毅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1978年失踪 在得到消息之后 朝日两国因为田口八虫子的问题 展开了无数次谈判交涉 朝鲜始终矢口否认这名女子的存在 人质事件最终得到重视和转机 还得益于去世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当年的坚持 安倍晋三在自传中称 首次得知绑架事件是在1988年 最初他对于一个国家会有计划的绑架邻国的公民 半信半疑 但随着调查深入 安倍开始确信 朝鲜做出这样的第一列罪行 1993年当选国会议员后 安倍组织了一群议员决心找到真相 政治上敏锐的安倍意识到 绑架事件已经超越了人道主义灾难 这是日本在战后失去了保护自己国民能力的体现 于是修改宪法 让日本重归正常的强国之路 成了安倍晋三 直到他被刺身亡的那一天 都在努力疾呼的事项 金正日炸掉了大韩航空K1858 非但没有阻止汉城奥运的顺利召开 更无法阻挡韩国全面走向民主 更让白头山光明星暗淡的事情发生了 俄罗斯与中国竟然先后与自己的敌人韩国建交 北朝鲜显然察觉到自己被共产主义两位哥哥出卖了 国际关系上的巨大孤立 使得金正日有了跟南韩矛盾深重的日本 坐下来谈谈的必要 这似乎是对苏共和中共的背叛一种有效的抗议 2002年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平壤 首相助手安倍晋三同行 朝鲜方面早有准备 在会谈中非常痛快地承认了绑架日本公民的事实 并提供了被绑架日本人的名单和现状 原来朝鲜在1977年到1983年东西冷战的兼兵器派遣武装特工 从日本的海滩上把正在海边散布或约会的年轻人打昏 塞入麻袋 运辉被朝鲜 数十名日本人惨遭此难 年纪最小的被绑人员只有13岁 他们被送往平壤附近的训练基地 按照苏联克格勃国际村的模式打造小东京、小京都 那里有地道的日本商店、学校、车站 让朝鲜特工在此学习日本的习俗和语言 安倍晋三当时是愤怒至极 当面要求金正日道歉 这个事儿引起日本国内是轩然大波 说安倍晋三是疯了吗 他这样做太不尊重小泉首相了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职务吗 各种非难 然而谁都想不到的是那个令人生畏的 神秘朝鲜独裁者金正日并没有翻脸 不知道是要下一盘更大的棋 他急需日本的五亿美元援助 还是被安倍晋三的气势震慑 金正日竟然是连连说道 说这些事情都是那些急于理工的手下干的 他把责任推出去之后 这金正日同意道歉了 并答应严惩凶手 这全日本沸腾了 说安倍晋三真有种 安倍晋三又是成了国际上著名的 叫有勇气为日本人出头的人 在朝鲜提供的死亡名单当中 天口八重子的名字赫然在立 尽管北朝鲜说他死于车户 但是平壤大街上为数不多的车辆 能造成一个被严密看管对象的死亡 这并没有说服力 人们宁愿相信这位命运多喘的女人 这两个孩子的妈妈 是因为金仙级的背叛被灭了口 一架随日本首相访问朝鲜的日本备用飞机 降落东京成田机场 五名人质前后走下飞机 人们惊奇的发现 当年在辅景县失踪 被怀疑让东勋房的鬼怪 卤了去的那对恋人 地存保质与宾本富贵会也在其中 他们在朝鲜的特务基地结了婚 并育有三个孩子 2004年 三个孩子也被放回日本 全家得以团聚 这一年 地存保质与兵本富贵会49岁 如今的东勋房依然是陡峭奇幻 前些年这里来了很多年轻人 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 在悬崖上打帐篷 玩一种热门手游 叫做Pokemon Go 口袋妖怪 幽怨的鬼怪传说 让这里成了抓怪圣地 年轻人是不断的来呀 从不担心会有真的幽灵 把自己抓了去 他们抓着了怪 便将怪关进自己的游戏当中 然后一个个的带走 东勋房 当地人确信 鬼怪 还真的从此销声匿迹了 历史上的今天 9月27号 安倍晋三国葬 特工 人质 与首相 幽灵的世界难以挣脱 人们被告知它如同黑暗一般永恒 直到它遇见不经意的一束光